如果你是今天的生日快 如果你是明天的生日快 也祝你生日快 好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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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新国海 好夜 如果你是今天生日快 如果你是明天生日快 也祝你生日快 好夜来 祝你好夜 好三二一 一个简简单单 那是为什么会吹这么久啊 耶 生日快乐 9月29号是周深的生日 粉丝在周深微博评论区 送上满满的祝福 而周深更是在凌晨深夜 回复大家表示感谢 表白粉丝 谢谢你们让我有个地方可以回望 而粉丝则回复 谢谢你让我们有个地方可以驻足 是双向奔赴的爱 没错了 周深这场直播 历时四个多小时 讲了N字晚安 全都是干货 共现唱56首歌曲 直播间收听人数超4000多万 堪比线上演唱会 我不会再把爱藏起 纵然不曾开口歌唱 愿你会听见我的声音 沉默的旋律 为时间证明 沉默的旋律 沉默的旋律 连续唱四个多小时 是给粉丝的超级福利 相信喜欢深深的人 都感到很满足吧 近距离听了这么多好听的歌 周深率先演唱 捉目 水行物语 美错等歌曲热场 局备没有伴奏 没有声卡 周深仍通过技巧 完成束手五星难度歌曲 绝至后半场 歌迷才终于等来周深的大鱼 将直播推向高潮 直到迷晦 全笔一绝 呐喊变冷千笔 镜子或戒子我必都不够 而我不去你想了解 全笔一绝 情长情歌间烟灭 情世半结 回眸一笑你 无数粉丝被周深的用心感动 一般人飙哥 用不了一个小时 嗓子便要沙哑 而周深直至末尾 状态仍旧不错 不禁佩服他的嗓子 果然是老天爷赏饭吃 四日零点 周深才迟迟下播 当晚共收获百万留言 数十万点赞 元气颇高 星头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十分好几年 快到 哎 吓我一下 啊 气球掉了 吓死我了 你写给他 我的第一手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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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能够像刚才气球一样 一扶就起来 不要再瘫着了 突然开始叫鱼 我看他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吓到我 吓到我就嗓子尖叫了一下 嗓子疼 会觉得那是条鱼啊大哥 那个是火箭 我都生气了 人家是火箭 怎么会是鱼啊 这次周深的线上生日演唱会 也吸引了多名奥运会冠军 其中包括乒乓球大满贯得主 丁宁 奥运会金牌得主 全红禅等 上演梦幻联动 15岁的全红禅 在线上观看周深的演唱会 还是作为领域大V出现在嘉宾席的位置 很快全红禅看周深直播唱歌的话题 就冲上了热搜榜的前列 引发热议 不少人表示全红禅和周深 都属各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 优秀的人之间总是会互相吸引的 全红禅此前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过周深的相关动态 晒出两人的合影之后 被网友表示居然是周深 全红禅引以为傲地表示必须的 周深这场直播带来了若干话题 有惊讶于他上歌手的小破麦 竟然是十年前买的二手话筒的 有赞叹他标准的粤语发音的 还有真心祝他生日快乐的 不管是哪种感情 愿意为他花时间的歌迷很多 看得出来周深如今的影响力 没有几个歌手能比 这也很正常 因为目前并没有能替代他的歌手 说真的一首首歌听下来 只希望时间能静止 周深他值得太多人的喜爱 他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乐坛的 这个宝藏男孩一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大 关于今晚的直播 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迪哥来了 迪哥这次那个没有麦克 我劝你认输 哈哈哈 谢谢迪哥 迪哥呀你说是吧 你现在呢又没办法回嘴 又没办法说话 也没办法展现你的个人魅力 没有办法说你的那些故事 你说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啊 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说 此时此刻的迪哥 可能比较适合比较阴谋的心情 因为无论我问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他都 无力还手 无力还手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还关闭了连线功能 该 对 你也有今天 哈哈哈 不理你了 那唱歌 走了是吧 算你识相 哈哈哈 好了开玩笑的 谢谢迪哥 气死我了 哈哈哈 周深周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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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 迪哥跟我说 哈哈你继续吧 生日快乐 要去对台本了 我说加油工作 然后我发了一个 爱你 然后表情 发 表情 表情包 表情包 发出去的表情包是 爸爸爱你 哈哈哈哈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太感到